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次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上星期说了一些寺院的即使 其实这是寺院的即使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认识 至于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到大寺院 听到他们怎样的称呼 大家都会知道 但这一堂就说了关于我们 皈依之后 我们会穿一件海青 或者是一件袍 我会讲关于海青和搭衣 各方面给大家听 如果我后面有时间 我会教大家穿袍搭衣 当然因为你们有很多都未归衣 我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已经归衣受了五届 举手 这样也不是很多 我看时间 我会教你们如何上香 一般这些我们都需要认识的 虽然有些真正的皈依三宝佛教徒 但是将来你们去参加皈依 你们都要知道我们的礼仪 我还想问大家 你们有哪些人明天要去皈依 也有几位 说了你们明天 可能也不会那么紧张 我们要知道 一般我们说 我们受了三鸡衣 会穿一件海青 就像这件 但是你们居士穿多数 香港很多 我们中国佛教下 一般以前来说 居士穿黑色的海青 但是现在你可能会看到 在中国来的一些居士 他们会穿一些咖啡色的 都是叫做海青 或者你看到一些法师 他们穿穿的 都有这个黄色的 其实有五种颜色的 海青就是我现在说的袍 就是这件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古时候 那些人所穿的一件普通的衣服 其实不是代表佛教 那个袍的起源在哪里呢 其实起源在这个汉朝 是以前所说的汉服 它的袖很大很长 到了徐朝的时候 这个阔袍大袖的汉服 只是限于在什么人穿呢 就是在这个皇宫里面的皇帝 或者一些穿这个袍的人 都是说地位比较高的人才可以穿的 那么它是表示了这个尊贵的意思 但是到了唐朝时代就不同了 这件袍呢 就是袍在这个民间里面 是一般人的平民百姓都是穿这种服饰的 那时候呢 我们就叫做唐装 但这个唐装呢 就不是现在我们中国人 锁着那个中间扣楼的那种唐装 它意思是说叫做唐朝的一个服饰 所以给它的名字呢 就叫唐装 但是现在呢 就是属于所有的出家人会穿的袍 那这个呢 这个袍呢 它有几种颜色的 有磕色 有黄色 有黑色 有灰色 有咖啡色 那这五种的色 那个深浅 都有不同的 那其实都是这五种颜色 所以说 这个袍呢 它的袍很大 很阔长的 那其实它是有一种的表法的 它就是 意思就是说接引众生的意思 那至于它另一个名呢 又叫做海青了 那海呢 这个字呢 是表示了广大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穿在这件袍的时候呢 佛弟子那个深量呢 就要很广大 好像大海那样广阔 能够包容一切 那这个青呢 就是表示了它内心的清静 所有的法都不会染污到它 所以呢 就叫做海青了 那 那 我们一般呢 穿了这个海青呢 我们两只手都不能放下来的 我们是要叠掌 那 我们叠掌呢 就结一个叫做 弥陀印 我们 有时间呢 我会教你 就是 教你怎样去穿一件海青 可能在你们来说呢 就是说 我又没接触过 那这个呢 就给你一个印象 将来你们有机会 真的去归衣了 那我们就会穿海青 就算我们要去归衣的时候 我们都要穿着海青 行我们归衣的意识 那 那 衣呢 就是说 什么叫做 踏衣呢 踏衣呢 其实在家居士呢 所踏的呢 叫做万衣 就是现在我踏这件 就叫做衣了 那我们受了五届 我们就可以踏这件万衣 居士所说的 那可以受了菩萨界 都是踏这个万衣 但是衣里面呢 跟出家人的衣呢 就有少少个分别了 那我们踏这件衣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呢 就要念一首解纵 那首解纵呢 就是说 善哉解脱服 波渣离忏衣 我今顶大受 礼佛求忏悔 那我们将这件衣举起 而念了这四句解纵之后呢 我们会踏在我们身上 善哉解脱服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衣可以使得我们解脱 波渣离忏衣 波渣是梵语来的 翻成我们中文呢 就是叫做万衣 万衣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的衣是一块布过的 没有纹的 但是我们出家人的衣呢 就不同了 它是分有多少行 有多少格的 但是万衣没有的 是一块布过的 严格来说呢 万衣是完全没有薄口的 但是现在呢 因为那个布的问题 那个叫做 布的阔度的问题 所以呢 它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那件万衣呢 可能会薄了一点点 薄了那一点点的部分呢 它可能呢 在我们摺起来的时候呢 就将那条薄痕遮住了的 那其实呢 如果你们将来真的有机会去受戒的时候呢 你们要看清楚去请这件衣 要看清楚 因为呢 做医的人呢 未必一定是佛教徒 他们只不过是做生意 做这件衣 做成力给我们去请回去 但是我曾经见过 他们呢 将这件衣呢 就是三次条的 就是说它叫布不够 一块这么阔呢 它这边拼了一条 这边拼了一条 拼了两条 三幅的 那其实他们就误会了 它以为三规五戒 它就拼了三条 其实不对的 是我们说叫做不合法 不愚法的 在法教里面说 我们应该是一块布过 但是如果会有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 我给你们大家看 我们的衣呢 出家人的衣呢 它是有一行一行的 但是在街居市的晚衣 是一块布过 没有一个直行 没有横 但是如果它快布 因为阔风问题 它快布是不够你的衣 它可能会在这些位置里面 接驳了一条直的 但是当我们摘起一件衣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它是没有了的 但是现在呢 有些人呢 他不是的 他做了三幅 有两行 亦有人做了五行 他们误会了 以为五戒就是五福 其实是错误的 这是在街居市里面 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些出家的师傅呢 他出了家之后 他未能够受戒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 当他们未受戒 做了这个三眉也好 三眉尼也好 他们要守两件衣呢 就是五福 五条的 那种是出家人的衣 但是他出了家 未受过巨足戒的 但是好像我们受了巨足戒 我们的衣呢 就是 譬如我现在这件是七衣 那我就有七福 就是有六行 那我们的衣呢 是一格一格的 就是一条直内面 就是分开三格的 有那个长短的分别 所以我们要知道 你们要请衣的时候 去受五戒 就要看清楚 不要请错了衣 因为很多 买佛具的人 他未必是佛教徒 他只不去做生意 或者他有些都是佛教徒 但他未必认识做这一件事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 这个呢 就是说 万医 那 那 我今鼎大寿 是用来作为礼佛 求参悔的 那医呢 我们又叫做加沙 这个是印度的凡文 他的意思呢 就是叫做解脱服 又叫做福田医 这个福田医是指这个出家种的 但我也解释给大家听 这个解脱服呢 就是表示了自利 在家居士的人都有善哉解脱服 福田医呢 就是表示利他的 就是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是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对他的弟子 是一格一格的 就是说从智利来说呢 我们就是叫我们勤修界定位 这三学 我们要上求佛道 有无量的功德 这些的圣法财呢 是贼都不能够偷取我们的 在利他方面呢 我们要下化众生 给众生种了这个善根 布下了这个种子 将来呢 就能够出生这个菩提的果 所以呢 就叫做福田医了 一会儿在川普搭衣里 我会有时间教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 一些搭衣里面有什么功德 搭衣就是说 能够灭除我们的罪 能够争我们的福德 所以搭衣有他的功德 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 如果你们有看过佛陀传 或者佛的故事的时候呢 在佛陀时代呢 有一位叫做莲花式的比丘利 这个比丘利呢 就是因为他在过去世 就是他过往生中 曾经是一个演戏的艺人 我们现在说 他当时呢 他就做一出戏 这一出戏呢 他呢 就要扮演一位出家的修行人 就是因为他过往生中 种了这个种子 到呢 后来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他也是出生在佛陀的时代 他因为这个恩怨呢 他就跟随佛出家 而证得这个阿罗汉果 当他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呢 他就有这个宿命 就知道了他宿生的恩 是因为他演戏 扮演一个出家人 而搭了这件衣 所以呢 他就能够 今生能够跟随佛出家 能够正果 我们从这样可以看到 原来在他过往生中 演戏只不过是演戏 不是真实的 他搭了这件衣 他就能够中了这个恩 所以说我们连造器 不是真心去搭这件衣 他都能够中了这个恩 而受到这个 到佛在世的时候 能够出家受到这个果报 所以我们看回之后 我们要明白到 如果我们真是信佛 受戒搭了这件衣 我们能够真诚的礼拜 和学习 向着佛陀所教导学习呢 我们以后所得的功德 你说多不可思议 在这个《碑花经》里面 他曾经有说 他说佛在这个恩地里面 收这个菩萨行当的时候 他在这个保障佛的前面 就是发了这个愿 希望他成佛的时候 他的袈裟具有五种功德 是哪五种功德呢? 第一就是说 入我法中 犯重邪见 于一念中 敬心尊重佳沙 必于三成受记 就是说他出家 如果是一个出家犯戒的弟子 如果他能够以这个 恭敬心尊重佳沙 将来他也能够得到佛和他受记 会成为这个声闻原觉 或者是菩萨 第二种功德就是说 天、龙、人、鬼 如果能够敬礼这个袈裟的小分 就能够得到这个三成的不退 能够在这个声闻原觉菩萨城 不会退转 第三就是说 若有鬼神诸人 得佳沙乃至四寸 饮食充足 第四就是说 若众生共相违背 念佳沙力 沉生悲心 第五就是说 若能够持这个佳沙的小分 能够恭敬尊重 时尚得到这个圣他 就是说 如果万一有些人 入到这个军阵里面 他跟别人打仗的时候 如果可以持这个袈裟 都不会被别人打败了 就好像我前面说过 那个金刺料 那个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说 佛陀只不过给一袈裟 一条丝给他 这些金刺料 都不可以去侵犯这些龙 吃这个龙 就是说 当我们搭这个医的时候 我们在佛前能够鼎礼 这种心 跟你不搭袈裟 是完全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说 袈裟有十种的胜利 即是说袈裟有十种的好处 第一就是说 圣理就是能够盖住我们的身体 远离这个羞耻 能够聚足惭愧 修行这个善法 第二就是说 能够远离这个寒热 温亡 还有那些恶兽 毒虫类 能够安稳在那里收到 第三就是说 现这个沙门的相 被人见到 生在这个欢喜的心 能够远离这个邪的心念 第四就是说 袈裟就是人天的宝丛 这种的相 能够恭敬尊敬礼的人 能够得到生在这个凡天 第五 我们穿袈裟的时候 我们生起这个宝塔上 能够灭除我们的很多罪障 能够生起我们的福德 如果我们要恭敬尊重这个袈裟 就是鼎礼袈裟的时候 就要生起这个宝塔的相 就是想这个佛塔 当你这样观赏的时候 就能够灭除我们无量的罪 就能够生在这个无量的福布 第六 是因为袈裟也是染成一个坏色 所以这个颜色是这么漂亮 所以能够被我们穿在这件袈裟的时候 我们能够离这个侮辱 不生在这个贪爱 第七 这个袈裟是佛的静衣 能够永远断除我们的烦恼 作为世间的良田 意思就是说 谁供养这个袈裟的人 供养的人都能够种了这个福田 第八就是说 我们身所着的袈裟 我们的罪业就能够消除 我们的十善道业 就会慢慢慢慢地增长 在这个袈裟功德里面 除了我们的罪障能够消除之外 我们也能够生在这个十善业 能够生所有的善法 第九就是 袈裟就好像这个良田一样 能够增长我们的菩提道 第十 袈裟就好像一个盔甲一样 我们那些烦恼的独占 都不能够伤害我们 所以这个经文来说 三世诸佛 原国声闻 清静出家 身所着袈裟 三性同坐 解脱补藏 拾智慧的剑 破烦恼的魔 共入一味诸涅盆界 这个就是佛所说的 袈裟的十种利益 我们穿袍搭衣之后 我们拜佛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当我们搭衣的时候 我们问信 我们要有我们的姿势 我们礼佛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跪到那件衣 其实 寿五介 应该是曼衣 曼衣是只用一幅布制成的 没有这个田上的袈裟 刚才我和大家说 没有一块田一块田 所以叫做礼衫衣 整一幅局布都没有切割过 就不是叫做福田衣 所以我们要知道 居士搭的是曼衣 作用是用来礼佛求参悔 戒衣其实是佛教一个象征 为了对佛教一个尊重 我们尊重我们的介体 所以我们搭衣礼佛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是疗衣 我们不要跪着这件衣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动作 我们穿袍搭衣之后 我们站在这里和我们坐在这里 就好像我们拜佛的时候 我们站在这里 但我们的脚就是一个八字形 我们叫前八后二 就是我们站在这里 这个手掌代表我们的后脚跟 这个代表我们的脚趾 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不是这样站的 是这样尺尺的 一个八字形的 其实你们试一下这样站 你们可以起床试一下 你站直的那个站的感觉 和你一个八字形的站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你们试试一下 你会觉得有什么感觉 我想知道 是不是 你会觉得你自己的站立是稳一点的 还有那个重心是有不同的感觉 那个人站得稳一点 精神一点 会不会 是不是 请大家坐下 这些是我们自己去体会 如果我们真的站平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稳 所以佛陀 这些礼仪 其实是经典联明都有记载 这个就是我们站的一个姿势 我们平时的一个动作就是合掌 合掌 合掌 又叫做合十 一个十字的十 合十对佛教徒来说是一种最熟悉的东西 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合十的动作 其实不是单是可以令我们达到收拾 不单是可以令我们达到收拾我们内心的作用 亦都给予人一种谦和的印象 是佛教徒日常生活里面 是一个最常用的礼节 甚至当我们感到紧张、焦虑 或者我们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 合十可以令我们有一种平和、安定和集中注意力 我们把两只手合十地放在我们的空前这个动作 虽然好像很简单 但是对我们平稳情绪是有效果的 除了见到人 我们可以合十表示一个问候 打招呼 如果我们经过见到一位法师 我们也可以合十 像我之前跟大家说 在街上见到一个师傅 你可以跟他合十 打一个招呼 譬如我们经过大典 我们没有时间很匆忙 进去礼拜 我们也可以在大典前合十 还有就是说 合十这个姿态 就是表示了我们自己的礼貌和尊重 除了我们平时看到用合十之外 我们譬如写 现在很少有人写信 你们写WhatsApp也有的 或者是合十 这个也是一个礼貌 譬如你以前寄信给别人的时候 就会某某竞赏 在佛教里面的仪规里面 就是弟子某某合十 或者是鼎礼 鼎礼我们更加是尊重 你们现在的WhatsApp里面的仪规里面 有很多 比一人更普通 比三人更加尊重 比三人更加尊重 当我们听到一些练掌的高僧大德 或者一些法师在说话的时候 表示我们一个恭敬 我们可以合十 你会说 如果我的师傅或者一些法师 不停在那里开始整个钟合十 我就很累了 其实就是说 如果有长时间 我们可以放回奖 已经表示了你这个恭敬 还有这个合十 其实教我们 一个 将两只手轻轻的 那个指尖 我们的手指尖 合成一个合掌 我们不要合空心的掌 因为有些人合十 他是这样的 空心的 我们其实 大家去尝试 我们将我们的合掌 合十的时候 我们一起合 但是我们不要太紧 我们合了之中 我们有点放松 我们这个手要平 平在这个空前 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这个钟子 这个其实是有意思的 我们的手要自然 双手合十 双手合十 是表示了什么呢? 就是周一圆满 全心全异 我们的心容易平衡 当我们合掌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 要看到我们的钟子 我们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个钟子的子心 这个其实是令我们能够收拾我们的心 尽量放松我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的气就向下沉 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安定的作用 我们要做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少少 不要这么紧地合掌 是少少是身体倾向前面少少 我们的面部的肌肉就放松 眼睛啊 所有都放松 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身心合一 我可以请大家做 你们坐直一点 你们去感受 我讲你们去感受 你们的手合起来 然后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指尖 我真的讲真实给你们听 我们受戒的时候 我们站在这里就这样合十 但是有些人很累的 因为受戒的时候有很多仪式 就算你受三归衣 受五戒也是合十 如果我们一放那些 叫做斗策师傅 用那些洋柳枝打下来 真的真的 现在不给了 现在这些人说什么告 其实你是出家修行 真的 我们要这样合 前八后二这样站 你们试下站起来 做这个动作 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 你们的眼睛 看到我们的鼻 看到我们的手指尖 我们要松一点 我们的面型 我们的面部要放松 不要太紧张 你们不要太紧张 放松一点 你可以感受 几秒钟 好 试一下 妹妹 不用太紧张 放松一点 对 放松一点 对 放松一点 对 少少 对 好 好了 请来大家坐下 对 对 我们还有我们的手指要合同 好 你们有什么感觉 不要紧张 可以跟我说 有些安静的感觉 对 没错 还有没有什么感觉 不同也有不同的感觉 小妹妹你有什么感觉 告诉师傅听 不要紧张 没有感觉 因为你未接触过 其实大家都会 觉察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你这样合十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心是平静了 还有好像有一种气流 在那里穿越 会不会 有没有 有的举手 还有人有 你们下次吧 不是 试一下 可能你们会紧张 其实我们不要不紧张 我们的脖子 要少少靠着衣领 我们要放松自己 你不要太紧张 你们就会有这个感受 我想想一下 上一期的同学的感受大些 很多人都感受到这些东西 我们除了合十之后 我们就会放掌 例如我们礼佛三拜之后 我们会问讯 我们放掌 我们放掌 我们就会 结一个叫做 弥陀印 我们放掌 我们的左手在下面 我们的右手在上面 我们的右手在上面 这个就是放掌 我们叫做叠掌 我们叠掌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那么紧张 因为有些人叠掌 他会把两只手之弓 就双得很紧 他人整个紧张 其实我们不需要 我们将我们的肩膀放松 人放松 自然我们的手会放松 我们的手不要太直 你的手太直 你会双 双双 双双 我们的手少少兜兜的 少少好像捂住 好像捂住尊佛一样 我们要兜兜的 我们放松 我们叠掌的时候 我们不要擠得太高 擠得太高 擠得太高的时候 你的手会紧张 你放得太低 你放得太低 他人就会弄掉 你们试一下 你们平放在我们的肚子 再上一点 好像胃 差不多胃的位 我们放松一点 叠掌深一点 放松一点 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不能碰到的 我们两个手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吗? 你们去感受一下 对手 手指和手指和手指不要裂得太深 裂得太深 你会很紧张 我们有少少碰到 其实这种 我们我们打坐 很多时候都不合掌 也是叭掌 当我们叭掌的时候 静心在我们家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一样东西 你好像身体里面的气流互相在运行 你能否感觉到? 静心一点点,静心至少会感觉到 这位居士,你踏心一点点 是的,没错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效果 你不要太紧张,放松一点点,你很紧张 是的,可以控制 其实有很多位都可以的,请大家坐下 刚才有一位同学说他感觉他的身体会摇 其实我们可以控制 在一个法会里面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身体气流互相运行 是会有一些人有一些反应 但是我们可以用的思想去控制他,不要动 为什么会这样说? 他说到这个问题,叉开一个话题 我告诉大家 以前我曾经见过有些人去参加法会 就算他是静坐也好,在诵经里面 其实这个是身体里的气流 我们的气血的云行 有些人是会动动的 他会摆动 但是我们其实要控制他 我们是思想上可以控制他,不要摆动 因为一个这样的摆动是非常不专业 还有些人他会因为气的产生 有一种叫做自发功 他就入序一种好像自发功 可能他会做了很多手势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也好 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些法会 某些人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自己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需要控制我们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去控制我们 我是合掌就合掌,我是叠掌就叠掌 我就不应该做其他动作 当你的人注意他的时候 他会静止下来 不会再有那种动作 这是我刚刚那位同学这样说 我就告诉大家一些例证 其实当我们结这个弥陀印叠掌的时候 很多方面是帮助到我们 如果我们的手放得太高的时候 我们的人会很紧张 有一种严肃的感觉 如果我们放得太低 我们就好像人家俗语说 好像整个人都弄了一样 没有了那个精神 我们双手叠掌的时候 好像什么呢? 好像捧着一尊佛那样 我们的心就不会胡思乱想 我们的眼睛关注我们的鼻 我们的鼻关注我们的心 我们的衣领,那条颈就靠近我们的衣领 当然我们穿袍踏衣的时候 我们在一个佛典里面参加佛会 我们千万不要说东张西望 我们要在内心 在这个外在的身体 就是有一个威疑 在内心我们可以在内心 我们可以在内心 我们不要弯来弯去 遥来遥去 另外一个姿势就是问信 问信也表示 对佛菩萨思长 或者受尊敬的人 共奉在我们的顶门上面 是包含了这个谦虚 诚恨、恭敬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去到大典 或者去到寺院 我们可以跟佛菩萨顶礼问候 除了顶礼的方式 可以用这个问信 问信是一种方便的 一会儿我会教你们 如何去问信 那问信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穿蒲答义之后 我们向佛问信也好 或者向师长问信也好 我们问信就是说 我们合掌 当我们问信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这样问下去 我们十只手指 两边 我们会将后面这三个手指 这个 将这个左手 包住就是右手 这三个手指包住 就好像一个这样的形 接着我们的手指弓 和第二只手指 我们就会这样 是这样的形 但是当然我们不要太硬 我们放松一点 我们问信的时候 譬如像我现在这样 搭了衣 我会这样问信 一个好像九十度的骨弓 当我们问了算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手 就很顺着自然 就将它这样包住 上来到这个位 但是千万不做 不要做另一个动作 因为有些人 我看过他 他来到这个位 就好像按一按 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 我们这样 我们意识上在这个位 这种就是文讯 当我们文讯完 我们就是合奖 接着我们就是放奖 我们文讯这个动作 这个手指引 这个就叫做 疲劳遮罗佛的疲劳遮罗印 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动作 就是说 将佛菩萨 供奉到我们的顶门上面 这个是头顶 这个是顶门上面 是表示了这个谦虚 和诚恳 和恭敬 所以这个 疲劳遮罗印 就是说 要打这个印 做这个印的时候 就是观赏我们 每个人都本具这个佛性 在一刹罗之间 和佛的发生 结成为一体 以这个深印深 佛的意思 就能够领会得到 所以 我们这个 就是文讯的一个动作 合奖和文讯 虽然都是佛教徒 在这个常用的生活 一个礼仪 透过这个动作 可以达到了 端正我们的移用 的身体之外 还可以为了 让我们的心 在这里 沉稳和安定 而达到 向里面 就是修舍我们的心的一个效果 能够以这个自在 宁静的身心的状态 和自愿 那个步伐 能够融合为一切的意思 那我们除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礼佛 当我们礼佛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一会儿我会教你们礼佛 礼佛是有一个动作 那我们礼佛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去到一间寺院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说 中间的拜祭是主持的方丈和尚礼拜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礼拜中间的拜祭 我们应该在两旁礼拜 我们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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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礼拜 我们千万不要执着 有些人很执着 他一定要礼中间的那个位置 他才觉得我对着佛菩萨很恭敬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以一个恭敬的心就可以了 我们要知道 无论佛典里面有几多尊佛 我们一般 我们通常礼佛都是三拜的 那你说不是的 师傅我想拜多几拜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譬如一个法会 大家穿蒲大衣 入到你的拜箭的座位 那你首先就是随意地自己问信 然后就礼佛三拜 然后我们就放奖 那如果你去一个法会 人家都准备了要开始 你又不要这么执着 你一定要礼佛三拜 或者问个信 我们就站在那里 等法会开始 那你个人想拜多几拜 你就不要在那段时间 法会过后人家已经休息 那你想我 师傅我想拜一百零八拜 一百零八拜 那你就要拜一百零八拜 或者我要拜二十一拜 你就要拜二十一拜 那这个就是说 不要障碍了大家 法会就是法会 我们应该遵守的 所以说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譬如你和师傅去到一间寺院 那师傅就在那里礼拜 有其他法师可能都是礼拜 那我们做居士的 就应该等师傅拜完之后 我们才拜 或者你师傅在那里拜 在拜箭里拜 那你有事要走过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在师傅的头上过 我们只可以在后面 因为师傅有礼拜 这个是我们的礼拜 不要说在家居士 我们一般的出家人都不会 那还有 譬如你跟随师傅去一间寺院 参观也好 在大典礼拜 我们出家人都有我们的礼拜 我们除了在佛典里面拜三拜 可能有些法师 另外的法师在那里 我们都会互相顶礼 那男的法师他们互相顶礼 但是我们女的出家人 顶礼男的法师呢 那男的法师是不会礼拜的 有我们一个 每一道都有我们的规矩 那变成了你做居士 跟着师傅他们互相礼拜 其实是互相尊重的 那做居士就不应该和师傅一起礼拜 等师傅拜完之后 你自己先弟子某某 顶礼法师三拜 那多数法师都会说一拜 不会很多时候 你们就答我之前教过你 那我们应该回答什么 是的 我们应该回答阿弥陀佛 即是法师说 一拜阿弥陀佛 那你就拜了一拜 问信 这个就是我们礼佛应该注意的事项 礼佛三拜有三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接伏我们的嬌慢心 第二就是健言施齐 第三就是能够惭叛我们的业障 那接伏嬌慢心大家都明白了 不需要解释 什么叫做健言施齐呢? 就是说看到别人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深存这个恭敬的心 赞叹的心 我们千万不要妒忌别人 在古印度里面的时候 佛教徒看到佛的时候是非常恭敬的 他们会行五体头地的大礼 五体就是指五轮 五轮就是指我们两个手 这个叫手肘 我们两个手肘 还有我们两个膝头肩 还有我们的头 就叫做五轮 顶礼的时候意思就是 我们以我们的头和我们的面 向着礼佛的两只脚 因为当时叫做接触礼 他们是顶礼佛的两只脚 是表示一种恭敬的礼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最高贵的是我们的头 但是人最悲哀的就是我们两只脚 现在我们才说有鞋着 以前的人没有鞋着 说到年纪长的辈子 他们以前在中国大陆 我当时听过师傅说 他说去读书的时候 读中学的时候 走回家 要走几个小时 他说一对鞋 是拿起一对鞋来走的 因为当时买一对鞋很艰难 所以说以前的人都是赤足 赤脚走路 即是说我们的脚常踩在地上 很多污足 现在才有这么漂亮的地板 以前不是的 可能下雨那些泥 泥沙 我也曾经试过 我去马来西亚禅修 三年前 我就去参加别人的禅修 我去到那里 他们在这些叫做 好像大雨山那些地方 在一些森林的地方 他们的地不是红毛泥地 是那些沙石的泥地 但是那个气候很奇怪 他们早上就会出太阳 到中午1点之后 就倾盘大雨 地下是湿粒粒的 整晚都是这样 到第二天他们参加禅修 他要我们赤脚去走 跟他们叫荆行 其实就是在那个大自然世界里面 在他们来说 在大自然世界里面去修行 初初很不惯 有一刻踩下去 脚湿粒粒 又是泥 黏着整脚都是 后来就说 也要康复自己的贪心 不要管他走 走完之后 那个师傅就叫我们做运动 做运动 这些动作有时候 就叫我们脚站在那里 突然间把脚插着另一只脚 那条虎其实都是那些礼灵 但是 因为他们那种是学南传佛教的禅修 他不是单单像我们打禅七去打坐 他是早上起床之后 一样是做功课 然后他吃完早餐之后 他就叫你去荆行 就是大家在那里走 走的时候 他就把两只手放在后面 好像你们叉手站立 然后就是每一步 你很清晰之左 清晰知道了你的脚 每一步是怎样的 譬如我的右脚踏上来 我怎样踏下去 是很清晰的 其实他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是要你觉察到你每一个步伐 我开始走的时候 这样踏下去 其实自己已经起了一个散乱心 不停地想 踏下去 踏下去 肯留着脚就很痛 因为它不只是泥 它又浪败又石 什么都齐 但是 当你经过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之后 你会改变自己 你是很厉心地走 最初看哪个位置 是没有那么多石 才走下去 但是后来就发觉自己已经是 深入不了 在这里起心动念很多 经过了 我们那次是收了十天 初出七天 就在一个城市里面 在吉隆坡 他们是好像这些地板 是没有拆过自己 是很专注 但是去到他们森林那里 我住的地方 是门都关不了 枪呢 真的很原始 枪呢 其实就是一个洞 一个洞 一个洞 但是当时 你在那个 那个 那个修行的过程之中 你是 没有想到些什么 但是过后想一下 哇 有没有蛇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森林 是属于森林 正座是没有顶的 就是在那些树林里面 就铺在 总之你找了一个可以平的地方 你就坐在那里打坐 那个师傅就养了一只狗 其实他的狗就是保护了我们这帮修行的师傅 有几位居士 那个狗就会在我们的周边不停在那里走 他废了的时候 最初没有察觉什么 原来 那个师傅 可能见到一些动物 因为你在森林 其实那时候 你会融入 后来融入去 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 没有觉得是什么事 但是后来 完了之后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问另一位师傅 我问究竟你们那里有没有蛇 他说有的 他说老虎那些也有的 我们见过他们有些山猪 有的 当时你因为你的心要在那里修行 你是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原来 后来想回那时候 问他亲的那个师傅 什么都有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也很害怕 不知道你坐坐坐 在森林里面坐坐坐 有没有蛇 有没有其他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要接服我们 项服我们的心 我们才可以在那里修行 这些是题外说给大家听 这是我一个体会 所以说 在佛头的时代 我们在礼佛的时候 我们是以最高贵的头 是顶礼佛的两只脚 那其实是表示了什么呢 是表示了我们的内心 是一种非常非常的恭敬 所以我们有一份的恭敬 我们就有一份的功德 那礼佛呢 那礼佛呢 自己的意思都是说 折服了我们那个 那个 娇慢心的一个方便的法门 那最具体就是 我们在礼佛的时候 拜佛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 建言施齐的心 当我们礼佛和拜佛的时候 就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成佛了 就是为了我们要向 释迦玛尼佛看齐 向这个人间 这个人类最伟大的智慧的佛陀去看齐 使我们能够大切大悟 使我们早日能够远离我们的颠倒梦想的世界 那第三呢 就是参除我们的业障 有一句说话 他说 礼佛一拜灭罪河沙 我们的灭罪 首先我们要整肃我们的威仪 我们的内外威仪都要具备 才能够感应到诸佛菩萨的 胡慈和家庇 那我们礼佛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密念 当我们礼佛的时候 譬如我们一心鼎礼 南无本师释迦玛尼佛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密念一首计 计里面说 能礼所礼性空直 感应道交难思义 我此道长如帝珠 珠佛如来映现中 我身映现如来前 投名接触归名礼 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观赏 当我们礼这个法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三宝就是佛法增三宝 礼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心鼎礼 十方三宝一切的尊法 那我们可以说 法性如空不可见 常住法宝难思义 我身映现法宝前 一心如法归名礼 当我们礼珍重的时候 当然我们礼的是 在经典里面 已经是正了这个声闻成的尊重 当我们礼珍的时候 比如说一心鼎礼 摩康加涉 无量无数大声闻珍的时候 我们可以默念这首歌 或者我们观赏这首歌 就是说 能礼所礼性空直 感应道交难思义 我此道长如帝珠 十方菩萨映现中 我身映现性真前 为求灭障接触礼 比如你说 师傅你好似很复杂 我未必记得 其实我们礼佛的时候很简单 四句计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我们可以默念这四句计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这四句计 你说师傅我还是不记得的 我还教你一些最简单的 是念咒四个字 很简单 真的 哇之那哄四个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礼拜佛的时候 可以念三篇 哇之那哄念三句 这个就是礼佛的念一句咒 其实有人参加过放大蒙山里面 有没有这四个字 我们礼拜佛陀之后 我们才占余佛掌 但是当我们看佛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默念这个赞佛计 赞佛计里面就是说 法王无上尊 三界无轮匹 天人之导师 四生之慈父 我今得归依能灭心其业 清阳若赞叹 击劫莫能尽 如果我们真的不懂得念 我们的心就观想 我现在礼拜十方三世的诛法 这样也可以 那你就觉得师傅不会这么复杂 不过大家都可以学一下 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那个解文里面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说了我们礼佛 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 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呢 就是一般呢 我们去到法会 我们就会礼法三拜 文讯 这些是我们最基本的 一些礼仪来的 那 那 还有呢 就是 放 放掌 放掌解释了 还有那个 文讯都解释了给大家听 那跟着呢 讲一些上香 就是我们 我们装香 那 那 那 我们其实呢 上香 和这个 礼佛呢 它的真实的意义呢 是 在于是表达对佛陀的尊敬 和感激 和怀念 令我们呢 能够去除我们的 染污 而成为了清淨 那 能够奉献这个 人生 那 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 如果能够这样修行呢 我们自然呢 能够 福慧都具足 能够心上事成 那 上香的含义是什么呢 谢谢 是第一呢 就是表示了我们 虔诚恭敬 共养三宝 以这样呢 是 示范接人众生 第二呢 就是表示了 传递这个讯息 在这个虚空法界 是能够感通了这个 十方三宝的加持 第三 是表示了 我们 燃烧我们的自身 这个 能够普香十方 提醒了佛门的弟子 我们要有这个 无私的奉献 那 第四呢 就是表示了 我们 盐点了 我们佛教徒的 戒定真香 含有了什么意思呢 含有了一个 默默的 一个 这个 这个誓愿 就是我们能够勤修 戒定 能够灭 贪心痴 的意思 其实呢 佛不是需要你去装香 这些名贵不名贵的香给他 他是希望佛的弟子 能够得到这个戒定真香 我们上香礼佛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将我们的心地能够清淨 那我们的果呢 就能够一尘不厌了 就能够得到这个福 和这个福德 能够得到这个无边的福德 如果我们 譬如我们真的要在佛前 发愿 我们应该要捨弃我们自私自利的心 要做一些不要损人利己 就是不可以起这个念头 我们要发起一个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的大的愿心 那我们的功德呢 就能够得到无量了 所以佛经里面说 他说 礼佛一拜 灭罪何沙 念佛一声福增无量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上香就有他不同的香 我们一般所见到那种叫善香 即是直身的 好像现在这个 直的有香鸡那种 我们就叫善香 又叫做立香 当我们上香的时候 我们有些姿势 我们有些姿势 不是说随便插进去 还挺严格的 先说这些 另外一种 就是上的叫做檀香 上檀香和善香 都不同的手势 可以在这里示范给大家看 当我们 我们一般人 会装香 就点着香 但我们点着香 我们千万不要用嘴去摧色它 我们一般变香 我们都会这样配色它 当我们配色它 就说我们在佛前 我们就 左手 右手 我们会这样 成一个这样的形 我们拿着香 我们就这样去献香 接着我们要插香 我们要插香的时候 我们右手 会插香 很直的 把它插下去 这个香炉灰 这个香炉灰 是直的 这个香炉灰会松 所以会这样 接着我们会用左手 拿着另一枝 我们会插下去 我们的距离 这枝是要直起的 这个香炉灰 太松 我们当然要在这个香炉的中间 接着我们这个香的距离 上和下是一样的 接着这枝 我们就是这样 是不是 三枝很齐整的 我们平时想的这个立香 我们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想弹香 就不同的 先放下 当我们去到一个位置 我们要上壇香 你们如果去三鸡衣的时候 要上香 我们首先在佛前 我们要做一个闻顺 但是说 我们去到一个位置 去到上香的位置 我们合掌 接着我们去闻顺 闻顺 闻顺 我们有件衣 如果我们问信是这样 我们的衣 就会浸下去 所以我们在问信的时候 我们要将两只手指 这两只手指 我们两只手指 就按着衣 按着衣 我们按着衣 我们跪下的时候 我们要撩衣 我们就不要跪着衣 我们就不要跪着衣 把我们两只手指 就把这件衣 拉开了 有一个问题 你拉开了一件海青 是长的 我这件是长衫 海青的袖更大 我们跪着衣 如果我们就这样跪下去 我们的人会扯住 你两只手指 我们用这个手 拉起一点 你跪下 当你跪下的手 你不会被人扯住 我们上香 譬如我们上三只檀香 首先合掌 我们用右手 拿起一只檀香 两只檀香 我们是两只檀香 我们举一举 我们用右手去插 插正中间 好像插过那只檀香 当我们中间的檀香上完之后 我们也需要合掌 然后用左手 就拿这只檀香上来 拿上来之后 我们也这样举起 这个位置 我们就用左手去插 插上去 插完之后 我们也要合掌 然后用右手 拿这一只檀香 拿起来之后 我们举起 我们也要插上去 我们上完香之后 我们要起床 我们用两个手指 压着这个桌边 我们就起床 我们就起床 当起床的时候 因为你的海青也好 你的蚂衣也好 因为你跪下来 它是长的 在你的下方 你起床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下子 把后蚂衣踏下去 因为你这样踏下去 你可能会踏到海青铜的蚂衣 我们要用一个脚趾尖 小小踏起 你这样小小踏起 你这样小小踏起了之后 你这样才踏下去 你这个已经站直了 你就不会踏到 这些小小一些 我们要注意的 譬如这样说 我们上檀香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想 不是到处的地方 你也可以上三支檀香 上一支 一个人你当然是这样想 但是如果是两个人 那就是说两个人 我们就有分别了 当你两个人的时候 是大家一起去问信 一起跪下 那你一起跪下的时候 变成了 譬如我是属于右边的 另外一个是左边的 正常我们是用右手去上香 如果另外一个右手是会撞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用右手 而在这边那个 他就用左手 大家同时插下去 就像我们一对手 同时插下去 插上去之后 我们大家都起床 按着桌面起床 一起问信 这个就是两个人上香 但是有些是三个 因为场地和时间问题 太多人的时候可能是三个 三个的时候 当然中间的是用右手 右边的也是用右手 左边的就是用左手 明白吗 明白吗 有没有问题 可以问的 不要紧 我希望你们学会更多 明白吗 明白吗 盆香也可以 盆香是因为圆形的 那我们怎么着了之后 整个盆香是圆形的 那你就举一举放在香楼上面 那你举一举放在香楼上 那你举一举放在香楼上 你两个人就变成这样 这里还有一张拜登 是啊 他要三个拜登 你就可以三个 你可以装一举 没问题 你点着了之后 你就举一举放下去 不是 不是 其实我解释给你听 上香里面 有一般人 上香可能是三支香 但是有些人说 家里我不想这么烟 我装一枝都没问题 一枝你就装一枝香去举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举是 向佛前的一个敬礼 我们就插进去 你说的那种香是一个三角形的 我们点着了 我们就举一举放下去 你是底屏的 我有见过那种香 你盘香那些也是 因为没问题 这个只不过是说 譬如 你上三支香也好 或者上壇也好 一般你做一个大齋主 你就上三支壇香 如果普通一般法会 大家都参加那些 可能是给你上一支香 因为人太多 譬如他在唱 爐香盏的时候 大家要出去上香 如果你几百人 每个都上三支香 那条盏都不知道 唱到何时才完 有些法师很慈悲 他只是在香云盖那里 都不停唱 让你上香 上香 有些就没有 因为都要看地方 场地 和法会的问题 大家明不明白 上香那里 有问题可以问 不要紧 不要紧 其实你有一个攻击心 可能法师没有注意 突然之间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我尝试过 我在街上 好像是地铁 我记得 我在地铁 我进了地铁 有一个长者 他吓了我一跳 突然间提醒 师傅你坐吧 我说不用 不用 可能当时的法师 没有注意到你 突然跟他合拾 他就折一折 这个其实是 他没有想到突然之间 这个你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 当时我很尴尬 整个地铁 我又不是那么老 他其实是一个 一个恭敬尊重 不要紧要的 没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因为我希望 你们大家都认识多些 现在说 我们上香 我们在这个佛前 当我们要走来 这儿上香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 大家要知道的 请你们两位出来 帮忙 来 Janny和Eileen 来 帮忙 帮忙 因为我要找个实例给你们 排队 你跟着 你跟着 你向前 你向前上香 向前上香 买 合掌 他们已经被我害怕了 突然抽出来 普通你去佛前 买 直先 一个框形 我做给你们两个看 你看着 你看着 看着我 看着我先 你跟着我后面 跟着我后面 我要走出这个位置上香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合掌 我们行一个正方形的礼 跟着我们转身 我来这里 你跟着我走 我这里来问信 但当你站第二个位置 你站第二个人的时候 我这样的时候 你就要站这里 但你面向这边 面向这边 而这位置 就是这样对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 当我离开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这个位置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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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明白吗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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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我们去剪道 看到人的照片 我们明白的 我走到这里 如果我还是站在这样的时候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 我站在这样的时候 一会儿大家都 那个时间上是接驳不了 所以我就这样站 等前面这位上完 这位就向着我 当我走了这步 他就向前一步转身 明白吗 明白 好 你们很聪明 我现在教你们礼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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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礼佛 我们礼佛 我要这样你们才看到 你们看不到的 哦 哦 可以吗 可以吗 OK 首先我们礼佛的时候 我们要问信 我们先问信 那我们问信 就是医的问题 我们要按一按这件医 那我们的手就可以放下来 那我们又放上去 那这里呢 就是问信 跟着我们就是拜了 当我们拜的时候 我们慢慢拜下去 慢慢拜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撩衣 我们将一件衣放下来 慢慢 慢慢拉到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两下半 不要说两把半 以前的人说两把半 我们叫两下半 我们首先踏到这个位 就是右手踏在这里 我们不可以一下之间踏到最上高去 那跟着我们的左手呢 就踏上来 跟着我们的右手呢 就是踏上来 大家是平的 平的 那我们就放下去 放下去 我们就反着了 反着了 反着之后 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反着一只掌 我们将右手的手 就拉在中间这个位 为什么拉这个位呢 其实我们借一些力起床 那我们起床的时候 我们这样起床 这个位置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你才开始放平直脚 那你就不会踏到那些徒姨了 明白吗? 再试一次给大家 我们拜下去 慢慢慢慢下去 我们这一手 出回来一点点 我们两只手指 将一件衣扑开来 我们慢慢下 这里一下 两下 这里半下 那我们的头呢 摘下来 那我们反着 那我们起床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以前有位法师呢 教啊 我们的手好像是莲花手 那样 就是说我们 放下去之后 放下去之后 我们慢慢地反过来 逐只逐只 首先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呢 我们离完 我们慢慢慢慢地把手 收回来 放平 然后把手放上来 是吧? 但我们离完之后呢 我们也需要的动作就是 民训 每一个礼佛三拜 之前 我们要做民训 民训之后 就摆三拜 摆完三拜之后呢 我们呢 也都要 民训 我们就摆掌了 我们穿毛大雨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我们摆掌呢 我们要身 这个是身体的威仪 我们穿毛大雨之后呢 我们不可以 放下两只肘 你搭了衣 肯定不会放下肘 因为你现衣实线肘 但是穿着的海青呢 很多人就不知道 穿了之后就这样 不得庄严 我们叫不得庄严 所以我们 穿在海青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摆掌 我们记得一件事 不要那么紧张 是要放松我们的身体 还有呢 我们的面里面 要带上一些笑容 宽容些 因为呢 其实呢 佛教 它有一些仪规是很严肃 但是呢 当你成为一个佛教徒 接触佛法之后 你看到 周围的人会改变 他的心情会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人 在礼仪上都教我们 我们 我们合掌 又要 怎样去合掌 我们站在这 我们怎样去站 接着我们叠掌 怎样去叠掌 我们还要将我们的 面部里面的笑容 肌肉 全部放松 我们的身心呢 才能够得到这个灵静和平和的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礼佛的一些礼仪 那 川普大衣的人呢 我下个星期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 如果你们受了龟衣的 可以带上你的海青和晚衣来 那我下一堂呢 后一段时间呢 我都希望教你们 因为有些居士 我见他们虽然是受了三龟五佳 都不懂穿普搭衣 那这个我们是要慢慢学习的 个个个初初呢 都不懂的 等于礼佛一样而已 我们都会学习 那我尽我所识的 希望都告诉大家 听一下 今晚做一个字 我们回省先了 那我们大家坐下 坐下 大家合掌 愿意似功德 愿意似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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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